10月16号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组织数十名台商 台湾青年 在该协会会馆收看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电视直播 聆听了20道报告中提到的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等涉台内容 在场台商 台湾青年纷纷表示很暖心 我听了真的是无比的暖心 这份对我们台湾同胞的挂念与关怀 不仅让我们台湾同胞深感感动 更让我们在祖国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来讲 以及台资企业也更深具信息 更有底气 持续支持祖国大陆经济发展 支持两岸祖国和平统一 大道来贡献新力 两岸的这个心灵气和方面 其实我觉得文化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其实我们都同属于炎黄子孙 然后在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沉淀跟积累上面来讲的话 是有非常多的内容跟项目都可以去发展 像博物馆 像这个黄河文化 然后还有大运河 长江 甚至每一代的历史 这些人物 历史的故事 其实都是可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过去十年 31条措施 26条措施等一系列会台立民政策举措的发布和落实 让台胞抬起 共享大陆经济发展的红利 厦门作为应台而设的经济特区 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在厦门工作创业生活的台湾同胞深有感触 一直见证到就是说我们大陆这边每年的一个发展 尤其是这十年的一个值得飞跃 就感受到说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 那同时自己也在这边工作 也在这边生活 家庭也在这边 孩子也在这里 所以说也非常关注我们国内的这个整个动态 那尤其是这一次的二十大 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毕竟它是真正的我们这个百年的一个进程 同时又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启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 密切关注此次二十大报告 他认为 其中的涉台论述虽严简易改 但全面科学深刻阐述了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 如何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关键性问题 兼具心意和善意 造福台湾同胞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新的提法 跟过去我们之前的提法 我觉得这个造福它既有新意又有善意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推出的这些会台匿名政策 它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 造福台湾同胞的一些举措 我觉得这个造福台湾同胞是点睛之饼 既是对过去政策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诠释 又是对未来 就是我们和平统一之后 给台湾同胞可能带来好处的 这样一个清晰的展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